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部人静静 华文媒体不报道 只有红律师有去写 只有红律师就讲 在英文媒体 在马来媒体已经吵翻天了 但我们这边还相对近 其他的YouTuber讲政治的什么 都没有跟进去谈这个课题 直到我讲了之后 过了接近一个礼拜 甚至我讲了第二次 跟大家讲我们做了什么 行动党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静静 然后怎样去反驳那些 讲行动党在里面有讲话的 我们都已经分享了 才开始这些喜地人 这些其他的YouTuber 才进来谈这个课题 然后他们进来谈的 全部都是loose focus 想要带走风向 想要忽悠 其中一个就是金兄所讲的 讲什么 哎呀 UITM自己本身也没有受承认 错了 红律师讲错 UITM本身也不受国家承认 所以马大不受承认不是重点 Edinburgh也不受承认不是重点 UITM也不受承认吗 所以没有不公平的存在 这个就是指着你的鼻子 讲你是笨蛋 带风向 然后你还承认 我是笨蛋 就是这么愚蠢 所以金兄 我真的 虽然不是你的名字 但是你侮辱了这个名字 底下我们会讲 这是今天重点要讲的 但是在讲之前 我刚才讲到 UITM的学生 比他们的校长 还有guards 还有胆 至少他们敢出来承认 出来道歉 我们错误全是宪法 宪法没有讲UITM 只可以收马来人 没有 我在一个礼拜的直播 一个礼拜前的直播 就斩钉截铁跟大家讲 UITM在宪法里面 是没有提到的 宪法只是讲要保障 马来同胞的特别地位 还有非回教徒 非马来人的法律权利 法律利益 legitimate interest 所以153条文 不是给马来同胞罢了 是所有马来西亚人的条文 而且他没有提到UITM 只可以收马来同胞 这个是我早早讲的 当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出来 示威 我讲了之后隔天才示威 有看到的独有 8个5 后来 很多法律专家 出来讲了 我是小人 我讲了 没有人会相信 法律专家出来 LFL也出来 之后大家知道 真的是没有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条文 等一下我发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学生会 他们出来道歉了 我们错误权势 我们误导大家了 其实宪法没有这个条文 UITM法令也没有这个条文 我们跟大家道歉 你要给这些年轻人 给这些大学生竖起拇指 所以即便UITM的学生会 可能很保守 可能他们要保障土著权利 因为他们是单一种族 但是他这个勇气 你要给他赞赏 这个就是昨天 我跟新青年 我跟前进阵线 不管你是博大 不管你是北大 不管你是什么大学的人 甚至你不是大学生 你都要有这个立场 对的我就支持你 不管你是谁 你是我的敌人 你做对的事情 我也支持你 你是我的朋友 你做错的事情 我也要反对你 这一点的底线 大家一定要有 然后我为什么讲 这些学生 比他们的校长还有guards 你看他的校长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大学校长理事会 这个大学校长理事会的主席 就是UITM的前校长 前校长还是现在的校长 我忘记了 他就发出了一个文告 是以这个全国大学校长理事会 他们有一个NGO是大学校长 20个校长在里面 包括我马大的校长 包括UPM 包括UUM的校长 他们发了一个文告 就是这个现在所讲的 他们说153条文 我们是保障 Bumibutra的权益 在马来西亚 所以你们这些人 说要我们开放UITM 是质疑宪法的权利 是违背宪法的等等 这些废话就讲出来 这个东西是完全完全错误的 我之前已经讲解过了 但是我没有把法条拿上来给大家看 我今天就准备了法条 像我讲LFR的主席 你看到吗 他反驳国立大学校长委员会 表态支持马拉公益大学 不录取非土著 捍卫自由律师团 谴责该委员会 错用宪法 重申宪法 并无禁止非土著学生 录读UITM 看到吗 这个是UITM的 这个是LFR 他们针对这个校长理事会 错误的立场所做出的诠释 这个是昨天的新闻 我在一个礼拜前就讲 我为了给大家更了解这个法律 我直接把宪法条文搬上来 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是153条文 大家一直讲153 153 153 可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 153条文的权利 我直接读给大家看 Kensy大哥问校长是政治委任吗 是的 是高教部直接委任 这个是马来西亚可悲的地方 就是一个政治委任 所以之前不懂是安华还是谁 做过雪兰尔大学的校长 因为雪兰尔大学是州政府的 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委任他进去 私立大学 你董事会委任你就可以 政府大学就高教部委任你 来我们现在看153条文 你看我把同样的图发在我的电话了 153条文 It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young Tibetuan Agong to safeguard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Malays 保障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特权 and native of any of the states of Sabah and Sarawak 这边就是特别地位 马来人跟Saba、Saraewya 土著的特别地位 所以其实这条宪法有一点模糊 西马的土著 是不是包含在里面 西马的土著 有些不是姓回教的 那它是不是算马来人 你是姓回教的 那你就是马来人 土著 姓回教就是马来人 但是不姓回教的 所以宪法在这一点之上 是有一点模糊 因为它讲原著名 只是讲Saba、Saraewya 但这只是第一部分 大家接下来看下去 of the states of Sabah and Sarawak and就是第二个部分 and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of other commun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 of these articles 看到吗 还有保障其他族群的 regidimate interest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regidimate rights 所以153条文 有提到UITM 有提到不可以收 UITM只是给马来同胞 没有对不对 很明显 当然153条文有很多 但是它的总纲 是这个第一条 第二条它就有讲 政府可以行使 去制定雇打 但是雇打是多少% 30% 10% 还是多少% 是没有阐明的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只是说可以制定雇打 没有这一个权利 看到吗 宪法清清楚楚 但我们全国二十间国立大学的校长 可以这样明目张胆跟你讲 宪法是不允许的 我们马来西亚有这样子的校长 是多么丢脸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以前在马大 我们校长出来我们是示威的 但是我没有像燕葛这么有 燕葛是赶在马大校长 毕业典礼要拿那个 毕业证书给你的时候 全国的学生毕业的 他们的父母 我们毕业典礼 父母会坐在后面看的 全世界各地的父母都来 你妈妈爸爸也在那边 燕葛敢在台上 拿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 讲校长resist VCresist 这一点我respect燕葛 我不敢 老实讲 我敢在外面示威反对校长 可是在我的毕业典礼 我不敢 我不敢在我爸爸妈妈面前这样做 我不敢在我朋友的爸爸面前这样做 所以燕葛更有 真的 但是他遭受到的打压就更严重 他的案件现在还在跑着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支持燕葛 原因就在这里 我有一说一 我不敢 我在跟燕葛的直播 我直接讲 我不敢 我只敢在外面示威 我校长走过的时候 或者是非正式的活动 我敢示威 convo 我自己的convo 我不敢 不是你自己的convo 你也进不去 你也进不去 所以respect 真的是有guards 像Donald Trump讲的 然后下一个条文 这个法案是什么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lar Act 就是UITM法令 1976年UITM法令 UITM就是在这个法令之下所成立的 那这个法令里面有讲 UITM只可以收马来学生 我跟你说 答案也是没有 你看这个是他的总纲 他跟你说 UITM是怎样成立的 他说UITM的成立 是根据 宪法153条文 来成立的 他里面有写到 大家可以自己看 The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lar 所以article 153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了 那这间大学就是在 article 153的范畴之下成立 article 153包括 Protects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of other communities 所以为什么华人不可以进 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整个Akta都没有 所以这是为什么 UITM有国际学生 可以进去读 你不是马来西亚人 你是外国学生 你是中国学生 你是非洲学生 你可以进去读 华人印度人的教授 可以进去教书 可是他不给你读 因为这个不给你读 其实不是宪法阻止 不是法律阻止 是他们的admin 他们的领导层 自己去阻止的而已 有很多人误会 说UITM有华人学生的 没有 那个是matrix 我读的matrix 在我那一年有 前一年 我是第二年开放18线 我之前讲解过 matrix跟UITM是不一样的 UITM有自己的中学 MRSM 它是给精英马来同胞 进去读的 然后是full artrama的 full hostel的 你进去读 包吃包住在里面 MRSM 是专门 给这些马来同胞的 精英进去的 然后MRSM毕业 其实最一流的 这个课题 我之前也讲过 应该在covid的时候 听过的读 有发个五 不是马后怕 我当时就讲 你们不要以为 马来同胞很笨 其实一点都不笨 像我在马大法律系 我遇到的 我在matrix里面遇到的 马来同胞同学 其实成绩不会比我们差 都很好的 当然也有很差的 但是他们最顶尖的是 一点也不差 而且很厉害 很smart的 而且你要知道 这些在matrix里面的 这些在国立大学 在马大里面的 其实不是最顶流的 在英文语句 prim prim of the society prim of the community 就是他们的精英 并不是 因为真正一流的 马来同学 最顶尖的 JPA送出国了 没有在本地大学读的 中学甚至有些 都送出国了 保送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情况 不要看不起其他族群 你一个人厉不厉害 一个人有没有良心 跟你的血液 跟你的肤色 是没有关系的 是看你的环境 看你受的教育 还有你个人的人格 所以不要 种族主义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 这个讲题的第一部分 我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 UITM的校长 这些全国校长联合会 全国大学校长联合会 是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 你一个为人师表 一个大学校长 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已经被万见万夫所指了 像刚才RFO也抨击你了 到现在都不敢承认错误 都不敢纠正自己的说法 所以这个是最丢脸的事情 第一点我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 就讲我刚才讲的 这种忽悠的课题 这些废话 大家休息一下 首先您的潜在客户 能够回复您的信息 让您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客户 把握close deal的关键时间 第二您的每一个sales campaign 都能透过我们的平台 得到数据及分析 再来sms123.net 遵守并潜质 包括客户个人数据运用的交规 我们在这一点上从不妥协 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 老板们使用sms123.net 平台的销售转发日 超过80%的客户 反馈使用2-waysmsmarketing后 业务得到最少20%的上升 现在特别又会给 翱翔天机的族友们哦 50%的大折扣配套 最低只需要100零级 联系我们 WhatsApp电话 018-246-0000 以了解更多详情 记得要提及AXTJ50 以获得这一项大优惠哦 老板们 别坐等成绩了 赶快行动吧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